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报道 无于该国南部的一个三文鱼养殖场 海豹泛滥成灾 破坏力极强 海豹食量本就很大 再加上数量急剧增长 原本的供求不足的食物越发不够 导致它们不得不大量捕食小岛附近的鱼 甚至偷走渔民们捕获的食物 这不仅让当地居民们头疼 更让当地政府头疼 众所周知 澳大利亚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被称为动物王国 这里风景秀丽 环境优美 当地政府十分爱护环境 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着 这里没有无故滥杀动物 也不会存在走私珍稀动物毛皮的行为 动物们没有人类的威胁 可以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生长 出现海豹肆虐 泛乱的情形 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因为最初当地的海豹还不到20只 短短十多年间 已发展到在岛上随处可见的地步 渔民们出海打鱼 会有海豹跟踪渔船 在海上捕鱼 会有海豹来毁坏渔网 就算已经捕获的鱼 也会被海豹抢走 海豹令人讨厌的行为简直无处不在 这种情形实在让人发愁 希望当地政府能够找到好的解决办法来化解这场水深火热吧 毕竟我还想去看一看可爱呆萌的鸭嘴兽 感受一下动物王国的魅力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